花蓮縣光復國小有一名小六的男童 日前呢 因為上課呢 跟同學講話 男老師是勃然大怒 沖下了講台 朝男童的後腦勺猛打 而且還爆粗口罵人 全班學生都嚇壞了 而被打的男童從此也不敢上學 對於體罰的這個老師呢 家長說不排除要提告 張老師暴力體罰的花蓮代姓男童 拿著驗傷單顯示 頭部曾遭到外力打擊 當時戴姓男童不敢跟家人說 反而是同學家長知道了 掌聲幫忙處理 6月10號下午 花蓮光復國小發生無姓老師 彪子粗話怒打戴姓學童後腦勺事件 6月12號戴姓學童家長知情後 向校方提出控訴這起事件才被揭發開來 非常離譜證明無姓老師暴力體罰學生已經不是第一次 我們小小生講話 然後老師他就是會講髒話 罵人 然後還帶髒話 為什麼要討厭老師 我是那個 因為被老師打 然後打完就講髒話 老師常常在課堂上面講髒話嗎 就是只要一罵我就問 叫他說你到底是不是放在這裡 也不要臉這樣 那有打他嗎 有 把他勾住他的脖子拉到外面 然後聽上去講說有踹他 看著兒子受到驚嚇不敢上學 家長擔心小孩的心靈長大會蒙上陰影 校方表示無姓老師的行為的確不妥 老師也深表歉意 這起校園體罰事件將交友交易局專案調查 再決定是否續聘打人的老師 明視新聞 余政華 華聯報導